近幾年,公務工程的量每次都是因為拉布 造成不理性的議員 將政治和民生捆綁在一起 令到工程的撥款延後 其實不只責任行業,是整個建造業界都悶受很大的影響 在這四五年,我們訓練了兩千多三千個年輕人 現在出現的問題,最大是年輕人不夠公開 一個月就行,實日公開 就算他們做了兩年三年,有1500元日,1800元日 都沒用,紮鐵工有,日曬已能,這麼辛苦 才能賺到1500元,1800元 甚至有些實日霸都沒有 有些只是沒有公開,轉了行 很多醫院都出了標,但不能夠虛工 因為立法會撥款未通過,所以都各自在 相應連鎖效應,一環扣一環的情況下 現在成建商亦不夠工作,分判商亦不夠工作 去到工有,更加不夠工作 所以情況令建造業界水深火熱 很不理性,我們這些非建制的意義 就是往往用了我們民生工程來做一個政治的本錢 把我們民生的工程都嚴重地拖延和各自 以及將議會政治化,實際對香港是沒有什麼逆次的 我們的工友都希望,能夠有好的經濟發展 人人有公開,讓市民不用公屋排長路